我們中國人一定不能學蔡英文,首鼠兩端。 今天這裡一下,明天那裡一下,覺得自己很英明。 我告訴你,這種人一定會被拋棄。 為什麼?因為美國人和川普總統會想, 我們這麼幫你,和中共貿易戰得利的是台灣。 美國工作機會的回歸,同樣, 台灣的工作機會也因支援台灣而回歸了。 蔡英文當選,900多萬選票從哪裡來的? 川普總統不支持你,你可能嗎? 他發現原來中國人這麼不值得支持, 抵中國人被共產黨奴役。 知道嗎?我們不能被蔡英文代表, 我們必須站出來,蔡英文代表不了華人。 蔡英文祝賀,只能代表他個人。 新中國聯邦才能代表我們。 文貴先生之前說了,蔡英文根本就是扶不起的壓斗, 就是因為總是投機。 我告訴你,在這方面走投機, 兩邊都不會支持你。 只望拜登會支持中國人取得自由嗎? 不可能。我告訴大家,只有川普總統。 川普總統如果只有1,000萬人支持, 那麼我們的滅共事業可能還要往後嫌。 現在,有7,000萬人支持川普總統。 他們支持川普總統將工作機會帶回。 支持川普總統,未來清算中共, 是不是算總賬? 民眾支持川普總統用的施政, 蓬佩奧、勒雅羅、班農先生以及支持川普總統的人, 現在有7,000多萬人。